歡迎來到鮮鮮大雜會 吃 宅配到我家 好吃咧 農底家 我是米倫 前幾天呢 剛好有朋友從台中來 順手就帶了一棵伴手禮來 聽說是台中很有名的 一家食品公司出的 因為剛好我們頻道有在做這種 介紹美食的系列 然後我就想說 單脆也來開箱一下這個 禮盒怎麼樣 然後我自己也很喜歡吃禮盒 尤其是那種 結婚的時候那種禮盒 那個真的很好吃 我現在就想要來實測一下 因為我是禮盒達人 聽說在台中很有名的 預防食品 整個就是那種 很中式的感覺 我以為是這樣翻開來的 看一下有幾樣商品 好豐盛喔 有咧 很大方咧 對啊 滿滿的 好啦 好像不只這些東西 琳瑯滿目 然後下一句接什麼 五花八門 如果大家有喜歡的話 然後我試吃我也覺得不錯的話 我就會推薦給你們 我會放上他的官網 在網址底下 我覺得我朋友也挺懂我的說實話 干貝起司肉乾 經典中的經典 不要再說了 王美手 五香蒟蒻乾 吃素的人 我們先吃吃看嘛 因為他寫純素 我好吃我推薦你們吃好不好 金條肉乾 真名字起的 多棒 看一下看一下 南洋風味肉絲 王美手 最後一個海苔鬆餅 我其實最期待的還是 干貝起司肉乾 起司跟肉乾交融在一起 天地之河 天作之河 天作之河 不好意思 很久沒有接吃德文 那你用英文介紹啊 Skyland together 不要這樣講 不要撿進去喔 不要不要 你看 我一打開 味道直接普遍了 你看 讓你以為 但是你也不能吃 因為太鹹 像這樣一包啊 裡面好幾個 我們廢話不多說直接吃 好 觀眾吃完換我吃 你幹嘛 你這什麼啦 要熟悉一點 它的味道是很夠的 它有干貝的一點 淡淡的海鮮味 然後再加上一點 淡淡的奶味 它就是一種點綴 主要還是focus在 肉乾身上 外面賣的都是起司肉乾而已 它多加了一個干貝的味道 所以呢 你在享受呢 有起司跟肉乾 交融在你嘴巴的時候呢 你還有多了以干貝的鮮味 我是很嚴格的人 我比阿越還嚴格 好啦 廢話不多說 五香蒟蒻乾 一轉眼我洗完手了 給你們看一下 Tag Tag 好 這個 很有嚼勁 而且它不會那種 有一些蒟蒻乾啊 很像那種橡皮筋嗎 這種蒟蒻乾吃起來就是 是很有嚼勁 但是它不會讓你 很像在吃橡皮 你知道嗎 當你一個人無聊的時候啊 看電影啊 當你覺得 手邊需要一點小零食 我覺得這個 很推薦 一陣子跟我朋友見面的時候啊 送我這個大禮物啊 我是沒有想到 它有沒有附這麼多東西 有淡淡的檸檬香味 然後 我每一首 這件衣服有點擠耶 非怕不多說 它的檸檬味是很夠的 但是我覺得呢 這一個 我就覺得普通了 喜歡那種肉絲 帶有點 檸檬口味的 我覺得你們可以嘗試一下 因為它的檸檬味是很夠的 好 換一下這樣 金條肉乾 金條顧名思義 就是一個 金條的樣子的 肉乾 不要點金 我們直接拿出來 哎唷 你說這不像金條嗎 欸它其實很多耶 它蠻多的 對它蠻多的 這個禮盒呢 我覺得是差不多是 四到五個人可以分的吃 剛好是一個家庭 一開始呢 我覺得其實還好 但是呢 夾到後面 慢慢一直慢慢 把肉乾的香味慢慢的帶出來 會讓人想要再吃一口 微甜微甜的 那種蜜汁的感覺 吃下去的時候呢 姿勢有懂 現在天氣這麼熱 有時候再來一點 酒精飲料 享受人間的快樂 買不起金條沒有關係 金條肉乾保證你買得起 最後一個 海苔鬆餅 它的長相呢 怎麼說呢 一點都長得不像鬆餅 對就是會讓人有一種很好奇的感覺 我們現在就來揭曉 它裡面所藏的秘密 我知道這個是什麼 給你們看一下 小時候那種古早味的那種 麥克雞塊的那種餅乾啊 那種造型 這個就很懷念 銅蒸的味道 因為以前吃的就是那種麥克雞塊 大部分的人都有吃過那個味道 這個是海苔口味的 就覺得其實 鹹甜鹹甜的感覺 其實是還不錯吃的 我覺得啦 我心目中的第一名 雖然我是很喜歡 乾貝起司肉乾 但是呢 今天這樣開下來呢 我覺得我的第一名 土香豬肉 它的嚼勁啊 然後它的頭感 然後就像它的香味呢 其實是會讓你一直想要 繼續吃下去的 會有一種魔力 你知道嗎 就是那種魔力 就會讓你覺得 我負擔很小 負擔很小 殊不知 一包兩包三包一直吃 然後再來第二名 我覺得就是 我的 兒時忌趣 海苔鬆餅 那我都叫它麥克雞塊餅乾了 因為它長得就像麥克雞塊 要不要看 很客氣 因為我覺得這些東西 其實是不錯吃的 然後再加上呢 多樣性啊 所以我就放了 然後有興趣的朋友 當然可以去點你看看嘛 然後最後的最後呢 請不要忘記訂閱 星星大早會記得 按讚加分享 給 套用那個 另外一個YouTuber的 畫 給你所有的朋友 好我是米倫 下次再見 quad 好 有 嚐 acha 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